而花林县议员第十选区争取连任的现任议员高晓成 遭有心人士检举竞选总部也召开了紧急说明会 妻子宋美修表示 高晓成一心只想要服务自己的家乡 一再地被扭曲 不过高晓成不会放弃 选举应该要选贤女能 所有的候选人都有责任来导引选风 选战倒数几天 花林县议员第十选区争取连任的高晓成 之前被传遭有心人士检举 竞选总部紧急召开说明 妻子宋美修表示 高晓成一心只想服务自己家乡的心 一再地被打击也被扭曲 不过高晓成不会放弃 选举应该要回归选贤女能 所有候选人都有责任导引选风 很开心我们台湾的司法给她一个功 我始终坚信我跟我的孩子始终坚信 选举是为了要选选乙能 而不是引起另一个争端 另外竞选总部也针对有心人士的检举 宋百米契约会选等不是事实的指控 也都异议说明 在没有任何政绩有企业交付 汇款给显明的事实之下 有心人士利用检调当位之误解 以约谈相关人士加以论罪 本人深感遗憾 并将在司法程序中 证明清白 就在记者会结束之后 高小城也完成笔录安全的回家 与家人团聚 竞选总部说 选举就是要回归选贤女呢 最后几天团队努力的 在每一区每个选民都要争取持续努力 记者高双双卓西湘采访报道